這邊有個叫增減體重百分比的一個欄位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它的體重超過這個數字是5%以上 或者是4%以下 這兩個都是屬於什麼 不標準的 中間這一塊是標準的 那這個邏輯要怎麼下呢 基本上一個正百分之五 那跟副百分之五 應該不可能同時成立 不可能這個人過胖又過瘦 這樣的話就太厲害了 想胖的時候就胖 想瘦的時候就瘦 想胖比較快 想瘦好像真的很困難 因為最近我就發現我變胖了 我很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冬天下雨就懶得出門 然後在家就一直吃 所以最近一直想 所以最近要忌口了 所以 那個先生是不是經常做 當然喔 現在有些公司有 他們有辦公室 是可以不要幫你 就是坐在住 所以就是說 其實高階的工程師 不需要一直坐在辦公室 你隨時什麼地方都可以啊 你Starbox也可以啊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筆電要買什麼 如果你要去Starbox 你一定要買Apple啊 對不對 你看Starbox 如果你不是拿Apple出來的話 感覺好像完全不和諧吧 對不對 新發課 而且現在電影裡面 好像拿出來的 筆電一定要是Apple的吧 對不對 一定好像不拿Apple的感覺 感覺好像拿不出來一樣 或者這個當然 見仁見智啊 所以有人問我說要買什麼 如果你是要拿出去的 你就買Apple嘛 如果你是要在家裡用 你就買華碩的 或Azoo Azoo也可以啦 那其實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啦 呃 好看不好用 對啊 因為華碩的小東西 所以是好看 所以像我家 我那裡我有一台Air 我他們都把它放在那裡 我也不太敢用它 因為它很脆弱的 不是很脆弱 因為像我朋友也是 過了保固之後會壞掉 可能性其實還滿 3E產品過了保固會壞掉 算正常 所以3E產品不會有 沒有壞掉的 而且尤其是MIC 它更有可能 對因為東西一定是 就是當的很低了嘛 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 一定不只一台 壞掉了馬上換 所以像我手機 我也不只一支手機 像我一次去游泳 我就買了一個潛水 那個什麼 潛水的那個套子吧 那我就試著 比較舊的下去看看 沒問題 就想說我比較新的 也給大家試試看 結果本來舊的沒事 新的放下去 就看到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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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水 趕快拿起來 好甩一甩 然後吹乾啊 不過也換不行它了啦 後來 不過還好 因為像我的手機都是耗材 趕快換一個就好了 登錄新的帳號 東西又回來了 所以你們使用3C產品 我覺得啦 也要用這樣子的觀念 你不要說你把所有東西 都放在某一台電腦上面 那是完全錯誤的 資料一定有可能會跟你說拜拜 隨身碟也不可靠 所以一定要備份 如果你沒有備份 那記得一定要備份 它什麼時候不見 沒有人敢跟你打包票 所以你雲端 比如說你那個 如果雲端的資料 你會另外備份 一定要多備份 對 所以像我雲端硬碟 也非常的大 像我最近又升級了 我的雲端硬碟超過1TB Google的雲端硬碟超過1TB 為什麼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那個 我的部落格 如果有看我的部落格 應該都會知道 如果沒有看的話 應該都不會知道 因為我只有做了幾件事情 非常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個 那個什麼 在Google地圖裡面 常常就分享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出去玩 那我也找哪些地方好不好玩 然後就去看看 好玩 那我就 比如說餐廳 好吃 那我就評論一下 給個分數 然後照個像 放上去 我不是刻意的 我是習慣這樣做 可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卻有一天呢 寄了封信過來 然後跟我講說 欸 你有1TB的雲端空間了 我想說 怎麼這麼好 是不是詐騙了 後來發現好像不是欸 為什麼呢 這個是我的雲端硬碟的畫面 有圖有真相 我本來是放了600多 我本來是有買1TB 100GB 可是後來把它退掉 因為他已經給我1TB了 那我幹嘛還要花錢 那這邊有個什麼 在地祥島宣傳活動 1TB OK 那裡面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沒做什麼 就只是說呢 加入這個在地祥島 然後呢 我不知道我把它點下去 反正我平常很喜歡用它 有一天突然跟我講說 欸 你升級了 變第三級了 我想說 怎麼會這麼快 你沒幹嘛 那就更讓我能 好像更加的想要去評論任何地方 所以我就做了 反正有時間就評論 結果沒有幾天喔 欸 突然又升到那個第四級了 然後而且他就跟我講說 你得到1TB的空間了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 免費試用 那我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這個就是 怎麼在地祥島 他有一個活動 把反正你手機打開 裡面就加入他在地祥島 祥島 然後就會有這些分數出來 那裡面的分數 就評論 相片 解答 就這些東西 我其實做 沒有額外的工作啦 就是這樣關係 那我就把這個過程呢 寫下來 放在我部落格裡面 那算了一下 大概兩年的使用費用 大概是八千塊左右 欸 不如小補欸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部落格文 放在這邊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你的空間就1TB 1TB能做什麼 我現在很傷腦 我今天1TB要做什麼 每天傳也傳不了1TB吧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可以備份了 備份一定非常重要 那我的東西很多啦 反正隨時備份一些資料 OK 這個是提供我去參考了 怎麼想到這裡呢 好 那 這邊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回到這邊 標準不標準 這邊 如果是大 所以有兩個邏輯 插入什麼 我們的那個邏輯函數 一樣用1V嘛 1V 兩個邏輯用偶爾 偶爾什麼呢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O啊 那我習慣直接打 然後刮核 第一個邏輯是 這個如果是大於 正5%的話 所以打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逗點 在這個小於 負5% 也就是說呢 在同一個偶爾裡面 可能有兩種狀況 如果這個跟這個都為出的時候 其中一個為出的時候 那就是不標準 反之就是標準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 輸入一個叫不標準 反之的話就是標準 OK 那這邊的話呢 按個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馬上就可以判斷說 到底標準 所以你會發現 他胖了一點點 大概2.7%這標準 瘦了-6% 0.6% 算標準 -3.1% 也標準 這個 只要不要負超過多少呢 這個太瘦了 有沒有 那這個過胖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利用偶爾的邏輯 兩個 其中一個 OK 那一樣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因為這個偶爾跟AND很像 只是說 如果我們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那我的需要是 增尖體重板 把它輸出到這裡 按下去 自動就出現 還有一個清除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一個清除 for i 等於4到13 然後做什麼呢 把L欄裡面的東西清除掉 再來做什麼 一幅的邏輯判斷 那會有兩個嘛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我們的 Excel裡面是用這樣子 5%對不對 可是在VBA裡面 它不接受5%這樣的敘述 所以你必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0.05就可以 所以在VBA裡面 你不能這樣的敘述 然後做完的話 我想應該 跟剛剛很像 所以我們快速的來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的話 就是for i 等於4到13 如果追欄 所以我們的判斷條件 是在追欄 在這裡 在追欄 這邊 這個是追欄 如果追欄裡面 大於5% 記得改成這樣 本來是end 前面是end 然後呢 我們另外一個條件 一樣是追欄 不標準 所以輸出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 那制定函數呢 也差不多 跟剛剛那個end很像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這邊的話呢 使用者定義 會有一個增減體重百分比的函數 那一樣是 只要一個條件就可以了 一個條件就可以判斷兩個 所以把這個條件給它 這個 追過來 標準不標準 一樣可以 幫你把結果做出來 一模一樣 這樣會簡單許多 OK 請各位試一下 總共會有三個 一個 1 2 3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完成的畫面 當然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個 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程式碼裡面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一樣是在那個 我們的 函數那個群組裡面的邏輯函數 邏輯函數裡面的程式碼 index 記得也是彈出四窗 把它彈出之後 那在這邊就會有一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的最後結果 如果你一下子可能沒辦法記得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先在這邊 就是參考 然後記得再把 可能 一些可能關鍵的地方 自己再重Key過 重Key過 OK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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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